持續是我們的社會大突擊 要來看到是勞動部統計 台灣的外籍移工人數 超過了七十萬人 除了四十五萬名的產業移工 社福移工也有將近二十五萬人 光是雙北市就有將近九萬名的移工 幫了台灣非常大的忙 但他們的勞動權益 甚至是基本人權 卻很少被關注 華爾新聞接獲了基層 遠景的投訴說 有外籍移工聚集喧嘩 一旦被民眾檢舉 就會被警方列冠 後續不只要被這個造冊追蹤 甚至還要被隨機的查訪 根本就是濫用公權力 嚴重的歧視外籍移工 從故鄉漂洋過海到台灣工作 不管是來自越南 印尼菲律賓 七十萬名移工大軍 在產業和社福 都分擔了不少台灣人的壓力 但他們可能萬萬沒有想到 謹守本分 卻被台灣公家機關私下列管 他們列管 這樣列管的方式有點像無限上綱 後續其實就是基層的派所 必須要去訪查 他們基本上他們其實也是有人權的 有一點帶有其次的意味 華視新聞取得警察局的開會資料 標題寫著外籍移工聚集喧嘩地點 除了戶外的公園還有私人小吃店 連民宅和移工的宿舍都被列管 像是盧州分局提報的兩處地點 寄著實地走訪 當地的居民都說幾乎沒有看過 移工出現過 就算有看到 移工也沒有脫序行為發生 來到異鄉打拚 卻遭受不平等待遇 很多移工百般無奈只能吞人 只想問問台灣的人民保姆 喧嘩可以勸導為什麼要列管和追蹤 就算是為了治安考量 但只要生而為人 基本人權就更應該被尊重 還是新聞黃沛華麗 齊婷 台北報導